奥特兄弟的天花板你知道是谁吗 面对美菲拉斯新人的阴谋 时隔多年的早田再度回归 与孟比优斯共同抗敌 在意识深处 美菲拉斯新人突现梦中 向孟比优斯正式宣战 但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亲自打倒他的人 将会是最为信任的防卫军成员 就在未来难以置信时 美菲拉斯新人的玩偶 出现在了孩子们的手中 与此同时 初代来到一空间之内 试图阻止美菲拉斯新人的恶行 可遗憾的是 由于敌人将孩子们当作筹码 再加上不会亲自出手的保证 初代也只能作罢 另一边 看到怪兽跟美菲拉斯同时出现的未来 当即变成孟比优斯加入战场 接着等防卫军全员到场后 美菲拉斯抢顶怪兽炮火攻击的同时 反手将其狠狠榨成了粉末 战斗结束后 防卫军受到美菲拉斯的命令 开始向孟比优斯刀刃相向 见情况不妙 小孟立马双手交叉 恢复了自己人类的样貌 画面一转 未来找到上班的哲平 将美菲拉斯是侵略者的事实告诉了他 但无论怎么劝说 对方始终就是不幸 甚至说出了一些秃头老男的秘密 也没有丝毫动摇 可看到未来受伤的手臂 哲平出于医生的本能 还是为他进行了包扎 可纵使如此 哲平依旧抱有很大的猜疑 无奈之下 未来提出调查天上的圆盘 或许可以找出答案 果不其然 经过哲平的仔细分析 发现圆盘喷出的能量 拥有改善人类大脑的作用 这也表明 脑中关于孟比优斯的记忆 肯定藏有很大的猫腻 就在这时 防卫军其他成员尽数回归 开始商议 打倒奥特战士的计划 听到曾经的队友全部倒戈 坐不住的未来当即想要出去 但在哲平强硬的态度下 还是猫了回去 接着众人将矛头对准哲平 看他对孟比优斯有什么想法 就在众人以为哲平叛变时 再也坐不住的未来直接站出 承认了自己是孟比优斯的身份 他告诉众人 只要破坏了美菲拉斯的圆盘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结果迎面来的 却是冰冷的枪孔 接着未来亮出友情的火焰 让龙进行对比 可没想到 龙的通讯器上 根本就没有火焰的图案 绝望之下 再也压抑不住的未来 流出了无助的泪水 接着他跟哲平驾驶战机 准备独自执行摧毁任务 可没想到 美菲拉斯使用心电感应 让后方的哲平 也将枪口对准了未来 千军一发之际 被身体本能所阻止的哲平 终于想起了未来的记忆 最后凭借强大的意念 让原本被封印的火焰图案 再次露出了耀眼的光辉 接着哲平让众人 拿出各自的护身符 努力回想以前的过往 见阴谋即将败露 美菲拉斯操控圆盘 打算消灭所有的战机 紧要关头 未来当即秒边孟比优斯 替众人挡下了所有的伤害 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此刻深陷迷茫中的众人 顿时觉醒了所有记忆 有了羁绊的加持 孟比优斯重获火焰力量 变成了赤勇形态 而恢复记忆的众人 则使用超越技术 粉碎了美菲拉斯新人的圆盘 只见两奥摆好驾驶 直接开始为公寓要逃跑的美菲拉斯 几个回合下来 怪兽凝聚紫色光球 打中了防卫军的战机 接着趁孟比优斯拯救的同时 美菲拉斯继续补刀 这时看不下去的初代 当即使用斯派修姆进行阻止 接着使出八分光轮 重现了当年的战斗场景 最后美菲拉斯落入地面 还想做出垂死挣扎 结果仅凭凶肌的力量 初代便将光线打散 无奈之下 认清现实的美菲拉斯撂下狠话 转身飞向了宇宙空间 下一秒 一道紫红色光线突然袭来 瞬间将其彻底淡掉